我看過《PK等》那一條影片 即是跟《零零星星》那一條影片 我比較覺得最不妥當的 就是他破了格 公道點說,我相信他不猜那一條影片是會公之於世的 但有時候不是說你 想著沒有人看見你的行為 就可以這麼破格、這麼離譜 你想一下,你都堂堂是警務處處長 都是首長級的官員 你都明知道 有時候你都要跟一些社群或者一些人保持一些距離 但他整個說法 譬如他說他做警察 是要從曾志偉、方中信、成龍那裏學的 學什麼?他們不是警察 太輕挑了 我覺得 如果 你如果 真的 著重修身 你都知道 古人都教你是要神毒 我只要當你 想著你那天 那條影片 不是出門的 你 這樣的行為 都是 很不切合你的身份 這件事反而是我最介意的 《頭圖新聞》那一集我看過 我覺得那是《頭圖新聞》 稀笑露罵 是做一些政治諷刺的一貫作風來的 沒有什麼特別 這些 PK 等的那種行為 這個是一種虛妄、自大、囂張的行為 即是他們覺得 喂 你那些不適合 我就動你 但他們沒有想過 那是一個 用公帑 去維持的 一個公共廣播的機構 這個公共廣播的機構 就是一直扮演這個角色的 那現在是因為你 更惡 所以 所有不適合的東西 就要抓要鎖 是不是這樣的意思呢 我覺得 這種行為 其實是 完全突顯了 這些 擁有權力的人 他那種 囂張 而這種囂張 如果繼續的話 我覺得 歷史會告訴你 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 就是 如果 你是沒有辦法追上 民情 沒有辦法與時並進 你是 死抱著 你那種 權力不放 但是又 不公不義 令人不平 結果 就是 官逼民反 就這樣 說 你 不公不 你 說 你要不公不 你 說